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会说不同的话 有各种的声音评论 而这些声音常常会决定我们的情绪 我们思想,我常常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诗篇第四篇 这一章大卫的诗提到了 在那身边有许多的人 他们把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 常常在羞辱人 攻击嘲笑人 而他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常常追求很多虚假的事情 更控告大卫 说谁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认识神,敬畏神 没有用啊 来教会没有用啊 这些声音 有没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四周呢? 而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当大卫身边有这么多可怕的声音 他去仰望神 他经历到 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 光照我们 当上帝的光临到 所有的羞辱都完全的出去 他更呼求神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股心酒的人 上帝给我们极大真实的喜乐 除掉一切的虚晃 上帝更帮助我们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都有你 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我们经历神给我们 顶级的平安 而这么大的祝福 从哪里来呢? 我们如何能够拒绝身边 这些羞辱虚假 谎言的声音 得着上帝这么大的福气 关键在于 我们要选择敬畏神 当我们敬畏神 我们就走在这 最蒙福的道路 这一章的要节 是第四节 你们应当畏惧 就是敬畏神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哇哦 原来大卫有一个秘诀 虽然他身边有这么多不好的声音 但是他却选择敬畏神 他选择思想神的话 他安静一下心来 聆听神的话 以至于这些谎言 就不能够干扰他 他能够选择在神的面前 得到主的光照 喜乐与平安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一些时候 我们会听到批评的话语 身边会有一些的谎言 一些攻击我们信仰的话 可是神帮助 每一位小朋友 让我们心里头 依靠神 我们要敬畏神 依据我们常常听见上帝的声音 看到神光照我们 保护我们 神给我们顶级的喜乐平安 是人夺不去的 谢谢主耶稣 然后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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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